今天上午在闽南神韵小小梦想家迎来了首场演出 据了解这部以梦想为主题的原创人偶音乐剧呢 以小主人公梦境当中所见所闻所感 穿插男婴中国传统文化等多种元素 音乐剧从孩子们最为熟悉的课堂开始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 观众们跟着主角张晓明的梦境 在不同的世界中穿梭 透过他的见闻 欣赏古代的美景 聆听美妙的男婴 现场在欢快易懂的音乐剧中 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 发挥戏剧教育的优势 传播环保理念 透过剧目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 构建属于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很受感动 就是说就是因为现在垃圾就是比较多 所以要做到这样环保 我很喜欢音乐 然后我也想学陶笛 今天的这个会比较有教育意义 据了解 《小小梦想家》是闽南神韵 自主创编的全新人偶音乐剧 从去年底开始 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演练 最终与观众们见面 与以往儿童剧题材不同 《小小梦想家》的中国文化元素 更为突出 演出中 演员们还突破了台上台下的限制 深入到观众席中 让观众们身临其境地 融入到剧情中互动 另外剧场还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采用全息投影 激光灯 升降幕布等先进的技术 被孩子们营造了一个 童话般的世界 里面的内容 闽南的 中国的 以这样的内容 融合在一起 然后同时能 启发他们的梦想 记者王玲玲 高志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